2個角色 1個角色 1個角色 那我們要繼續我們的下一場了 我們已經強力替5-4了 這個是晉級對局 晉級對決的時候 新手們一定特別緊張 但這個其實就是小號的最大 完全沒感覺 秒鎖 可以秒鎖是因為這邊 他選了什麼刺目櫻木啊 我們就秒鎖吧 正常情況下今天是不要秒鎖 不然到時候沒做夢就好笑 不過我也只有1隻 欸欸欸欸欸 需要打 靠你了 P1 欸啊他最後一拍又換成木木 OK啊 一個不喜歡溝通的隊友 沒差 沒差 沒想要贏都賣 我只能給這種玩家這種評價 又搞 接下來是綠卡 好吧我們已經確定這個木木是在亂的 有衣服的赤木不完 然後玩一隻綠卡木木 OK 非常好 我看好我們就 我們應該是守 木木才對 對方是木木跟越野主攻 但是對面的 赤木也是綠卡的關係 我們不一定會強輸 喔很好 我們就針對 木木跟越野打吧 好可怕 是不是居然會補防的 好可怕 是不是會補防的 欸 欸 其實很過分喔 不選中鋒還要隊友多傳球 我是覺得他們偏誇張啦 我已經把那個遊戲的背景已經關掉了 那是因為 背景太大聲 這五個麥克風會再收到 照樣那個音質怪怪的 所以我們暫時就把那個關掉 能不能跟大家解釋一下沒有音樂的關係 敢不敢敢不敢操作一下 被炒起已經空檔了 還要多晃一下 我們藍版在搶得贏的是因為 赤木是綠卡的關係 所以即便我們沒有中鋒 我也可以剛剛晃 不過我們的木木是不是生氣了 在那邊要求 欸咻 他居然沒有用假上籃真傳 有點意外 也一般的上籃 把木熟死 嘿 不是我蓋的 好奇加油啊 超奇偷了三分球 不要啊 你們沒有中鋒啊 高板對我來說很不利 基本我是幾大好的卡片 喔 進 好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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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幹不到 太小隻了 你不要綠卡基體有點太高了 有 綠卡木木 喔 趕不敢再來一次 綠卡木木 好了啦綠卡 別告了吧 你還是給超奇吧 好認啦 你看他頭牢就覺得很不安心 為什麼我會給小前鋒又再度當中鋒在打 嘿 爽啊 流石又建立起來了 綠卡居然擺脫了兩個玩家 果然木木還是這遊戲的殺手 新手殺手 去針對敵人的木木來打 做不到 為了卡赤木位置 他自己會一直搞X 想不敢給我一顆 自投自強 蛤 他斷線了嗎 這是暴批才有特有動作 有沒有 回家越野鴻鳴吧 嗯 來來來來來 欸 幹什麼幹什麼幹什麼 這是籃球啊 不是棒球啊 木木殺手 嘿 輕巧上籃 我總覺得沒有音樂各位的 我們稍微開一點點吧 來開一點音樂好了 啊 我倒了 走不到了 嘿咻 想幹嘛 還想偷雞啊 nice喔nice喔 這把已經很穩了 反正都是什麼低燈會撞場 撞場 撞腳 但其實這樣玩下來 撞腳也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你再把音樂打開一點點一點點好了 避免那個進遊戲完全沒音樂 感覺太對勁 大家覺得這樣沒差 到時候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在底下留言吧 那效果如何 嘿 還看沒開到 好 這個是我的 稱為 我現在雖然是玩小前鋒 但是我是用中鋒的打法 我跟大家建議一下 如果你是玩中鋒啊 你遇到敵人是木木的話 你要像我這樣 在適當的位置做可防 大家可以留意我這場的站位 一般中鋒會像我這樣 沙沙走進去 然後在這邊掛機 但你只要遇到木木的話 你只要遇到木木的話 你的走位要變一下 你要站在大概虛線那個位置 準備幫隊友的血防 我等一下會示範一次 如果我們是防守方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我們不能犯新手 會犯了直接跑到籃下的錯誤 我們必須站在這個發射線這裡 然後這邊徘徊 準備補防我們的木木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 保護我們對位木木的人被晃掉 然後我們可以勝機補防到 這個觀念是相當重要的 絕對不要大家的站在那個籃框下面 如果你站在籃框下面 木木就可以投籃 但是你如果站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隨時補防到底的木木 你站這個位置 這樣他如果晃過來的話 你可以馬上補防 有學到了嗎 如果你是玩中鋒的 一定要會這種站位 你不會這種站位的話 隊友如果對到木木 也不太會守的話 就很吃虧 像我就站這個地方 但他如果那個 變相突破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蓋到 然後再回來籃下 就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就可以製造出不少優勢了 好 結束了第一把 很順利呢 我們隨便拉一個玩家進來玩吧 因為我們要撿那個 跟玩家打排位的任務 我們就拉那個潮騎吧 雖然看起來沒有很強 雖然看起來沒有很強 我們要解任務吧 不惜要邀一個隊友啊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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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會玩版的 賣出安芒的 安芒的 期待我們的P3會瞬間變成版 不要再玩木木了 算木是新手殺手 喔 我又沒有籃板 我們連續兩把 現在人越來越難溝通 嘖 我覺得我要練第二隻了 可能要練赤木或是螢幕 來解決這種情況 不然這張下去真的不是辦法 那一定有一場會 遇到什麼紅卡赤木的 還好 又是綠卡赤木 還能玩 運氣還算不錯 運氣還算不錯 覺得 綠卡赤木大概就是我 紅卡的感覺吧 這場的目標著重在於 木木的發揮吧 超級是紫卡 超級對位應該守得住 我們還是跟剛剛一樣的打法 一樣畫葫蘿 站在好位置隨時補防 對面的木木 我們就會贏 喔 我們找來的隊友是不是來坑我們的 就站在這個位置 準備邪防 他也太誇張了吧 什麼意思 帶老木木 靠你得分了 我對面吃物也會邪防的 驚待我了 偷挖一顆 我們面前想偷懶 木木 偷一個 我覺得這個場木 都會有一個多餘的動作 就是他們都喜歡先跨下突破 然後再按這個 變相的速度 但我覺得這是不好的操作 會玩的木木 然後球就直接變相速度 除非會有那種多餘的突破動作 這赤木什麼意思 這又是什麼意思 啊我被騙了 欸沒進欸 可以啊 這個人是隻槓王 再來一顆 欸 又搞 系統 欸 斷到球了 這個斷到球 是就靠玩家的手動反應 反應快的人斷到球 馬上就可以做出運變 那反應慢的就會原地發呆一下 導致那個地板球沒有 這場守得有點辛苦 這場守得有點辛苦 說實在話這場守得有點辛苦 對我的防守都不太行 導致我們要一直補防 壓力確實蠻大的 我們一樣啊 站在虛線這個位置等木木來 一變相就給他一個火鍋 我發現很多人不會守木就是因為補防 補防就算了 他們按火鍋的時間點是錯的 所以才導致 很容易守不到木木 守木最好的方法就像我這樣這樣 我們找來的隊友似乎把我們當投籃機在玩 怎麼會這樣 我是不是把自己上了這串啊 啊 失誤了沒補當 我們要到加速鍵 傳給... 木木好了 這個人會亂投三分 不想新增他 這邊赤木其實算會玩 他有在補防有沒有發現嗎 那木木想要突破 我們的木木想投的時候 他都有在補防 這赤木是玩得不錯的 其實都沒有蓋到而已 那可能是火鍋的時間點錯了 啊 被騙了 天啊 他操都看起來很噁心 我以為他是要上籃 所以我竟然是騙人 出其不易 那我算能灌籃這一點我倒是有點意外 喔 捷到球了 這就是反應速度 反應減一下 像敵人沒反應到就有雨滴跳起來 超白癡 你看這邊就已經空檔 他還是要多雨 按一個那個跨下突破鍵 這就是我覺得 不太晚的木木會有的動作 他甚至上一般投籃就好了 啪克 啪克 這邊有細節 可以故意踩在線上投 都還算中距離 很多人中距離 都會踩在法華線那個範圍投 很白癡 但是禮物在這邊投 也是算中距離 我誠心建議大家 投中距離的時候 盡量踩在上面 這是一個高端的細節 高端所有的中距離 就是在法華線上射出來的 滿準的耶 有大 木木講話囉 吃木有大是不是 就是站位 還有人說要開大的站位 誤會他 誤會他 我們已經十顆火鍋了 黑 快 有 哎 哎 哎呀 太快了 這角色太少了 這角色太少出現了 練習的機會實在太少 對 那我們排位已經到了 強力替補三 要變惡了,有點快其實 好 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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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